一个城市文明的程度 就看他对这个动物的这种 喜欢的爱好的这种善待的程度 这都不知道谁讲的 甘地还谁讲的 甘地讲 台北市长柯文哲引述甘地之言 呼吁让台北成为文明城市 为了动物之家内的犬猫 有更好的收容环境 特别在新建前规划征绩园区 持续收容犬猫及卫民服务 我们原来的那个动物之家 太久了 所以还是要改建 改建当中一定要有个中技之家 所以今天盖的这个中技之家 好处是 比以前那个动物之家的空间 当然大很多 空间比较大 通风也好很多 过去那个空间真的是不好 所以这个空间宽敞以后 通风比较好 那一些洒水设备 还有装空调 那事实上我一直在交代说 这到夏天会不会很热 我们再看看 真的有问题还在 看下洒水设备还是在加 那个黑色帷幕在讲 那到昨天还可以了 不晓得遇到 真的遇到暑假 37度行不行 那原来的动物之家 本来是要地下一楼地上二层 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地方以前是垃圾山 这个挖下去 垃圾 要处理垃圾现在太困难了 所以后来就从设计 从地下一层 地上两层 改成地上四层 那会把这个动物之家的 那个动物之家的 动保室的办公室一起搬进来 我也认为这样很好了 这个就全部一次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行政效率也会提高 所以我们大概就开始规划 原来的动物之家 不过在改变之前 先改变那个土地用 土地的使用管制分区 分区使用管制的项目 本来是农业用地 要改成机关用地 再去修 所以还一些成绩在做 所以我们就是 反正市政就是一棒接一棒 那规划就一步一步下去做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 中地之家先盖好 那再回去再把那个 原来的动物之家园子 要再拆掉重建 之前还有一点改变土地的这个地幕 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 我知道这个 爱护毛小孩的人很多 这统计上现在看起来 养猫养狗的总数量 已经超过小朋友的数量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或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 就是这样 那爱护猫博是好事 总之这个爱护猫博 至少当筷子的一个比较少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 中级园区启用典礼 也号召直播主 为浪浪们绘制图像 客温泽更为中级园区颁发 第一张任养诊书 预担任见证人 希望市民可以到这里任养犬猫 给他们幸福的家 园区贯彻 是否友善动物城市理念 改善收容空间 犬舍及猫舍分动配置 并有宽敞运动空间 及冷暖空调 提升动物福利 建物外墙也搭配彩绘 塑造清明舒适景观 拉近与市民的距离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